在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参会者中 有这样一群人 从2001年到2019年的近20年间 无论多忙 无论身在何处 总是不复这场约定 他们就是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老实届 10月11号 论坛开幕在即 这些老朋友们也陆续回家 面对镜头 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激动心情 我是印尼国际日报董事长 也是美国国际日报报约集团的董事长 我叫熊德龙 20年前我们在南京举办的第一届 基本上每一年我都会参加 所以这一次非常高兴 我算是参加了十届 我是来自罗马里亚欧洲乔报社的高径 我一共参加了十届论坛 非常的激动 因为从2001年在南京举办 第一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我们一路上走来 从目前的情况看 这个论坛在国内同类论坛中 水平最高 影响最大 时间跨度最久 我是奥地利华金报 徐平华 华为媒体 时间20年一直在参加 心情非常激动 也非常高兴 我是美国纽约商务传媒集团董事长 宾宁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今天是第十届 我全程参加了 非常的激动 好像要回娘家 来过年一样 20年时间白居过细 参会人数越来越多 论坛质量逐年提高 华媒业务与时俱进 老实界们 见证了华文传媒论坛的进步与发展 2001年是在南京 才一百多人 从2003年到长沙 然后到了第三届武汉 把海外华文传媒的从业者请回家 人是越来越多 可能是历史最多的了 买件都有变化 买件都有改动 买件就是参加会务 会务完了以后 就是说到实地 到各个路线 分路线来当地去考察 这次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对中国发展来说 很有重要的信息 我觉得我们的论坛更加成熟了 学术氛围 探讨的学术氛围更浓了 每次来论坛给我们提供大量的信息 很多人的专家的报告非常好 我们平时听不到 那么这些信息 对于我们今后从事华媒工作 我觉得具有一种指导意义 现在全球所发生的任何一个大事 可以在说半个小时内 都可以向全世界播放 我们20年前所用的题材 跟现在即时更丰富 更多全球的华文媒体 来一起做好 讲好中国的故事 传播中国的声音 跟随论坛一路走来 老实界们难掩激动之情 他们也为论坛献上寄语 希望继续与论坛同行 比肩成长 我祝福华文媒体论坛 愈办愈好 对海外华文媒体 愈来愈帮助 我们预祝 第四届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起得严满成功 我今年75岁了 我希望第十一届 如果我还健康的话 我都要再参加 预祝我们这次大会 非常的成功 我很期待 跟大家能在这个会上 做很好的交流 吸取很好的影响 这次是第十届 我基于论坛 是希望能够继续办下去 那么我也会继续来 继续地来学习 就希望这个论坛 越办越好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